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 孙志玉 男37岁和男人 初中学历 大家好 我叫孙志玉 智慧的是金字旁玉米的玉 37岁 这次来 刚进来到这进房间以后 心里比较尴尬 坎坷 然后我希望这次表 就是我过来的表现是真实的 也带来一些内容 一些东西 一会儿希望能展示给大家 谢谢 你年纪也不大 怎么初中学历 我小时候比较调皮 然后那时候上学 被学校圈退了 但凡是像你这种情况 初中学历 对吧 那你就肯定要说出 你有什么非常人所能 我是做了一份 综艺节目的策划 大家也可以当成一个笑话 大家有想过没 把综艺 电影 影视学院 还有公益结合到一起 办一档新的综艺节目 借助各方面的力量 使大众的目光 大众的目光聚焦到这里 在不需要付出 过多代价的情况下 与各方形成利他共赢的 你是要做一档综艺节目 对 目的是什么 办这档综艺节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这个目的性不强就是说 就是想要一档优秀的综艺节目 对 数数率高 大家都喜欢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我问你 你做过综艺节目吗 没有 就短视频号 你有吗 自己有吗 没有 也没有 对 那里面任何一个板块拎出来 你根本没参与过 你怎么可能把它整合到一块呢 你都不懂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 它中间叫利他 但是整个你这个模式 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空手套白狼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你想利用综艺去影响电影 想用电影影响公益 就你把这个串联起来 这就叫利他吗 到底利什么他了呢 不是 他根本没有内容 根本没有办法去利他 因为没有核心 你给我花一分钟的时间 描述一下这档娱乐节目 有哪些板块 在这干什么 就比如咱们就是 借调过来 大概十个左右 一千万粉丝以上的大咖 他们在这里竞选 就是说这不是说竞选 就是一个比赛性质 然后PK赢的 然后还有导演啊各方面 当就是说有人评委 从里边选拽一个 或两个人去那个电影参演 这这不是现在的常规手法吗 不是 我就是我没想 我从来没想过我来做这个 就是我把了思路 就是说表现给大家 我觉得在这个 菲尼莫属舞台上 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有相当一批人呢 其实有存在主意 存在某种空想 那空想是什么 就是说我把所有的资源 整合起来 帮你们串在一起 这就是个好的模式 其实所有的资源呢 都在他自己手里边 为什么要通过你来 整合在一起 所以你要脚踏实地 不要满怀空想 你至少你要有基本的研究 你才能把它整到一块 你自己的都不做好 也没做过中意 你怎么就能把它们 整合到一块呢 哥们